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介紹一個精華蛋的特別秘方和做法 是零失敗沒得輸的 大家一齊看看怎樣做 為什麼說這個食譜沒得輸呢 是因為我媽媽用這個方法蒸了幾十年蛋給我們吃 我們準備了鹽碟碟碗和格西 這些涼杯是我今次做給你們看 因為你們未必每次需要涼杯 我稍後量一下每一隻蛋有多少米 看看要加多少水給大家看 另一方面我們準備好熱蒸爐 放好碟碟是OK的 因為我們要蒸熱一隻碟 因為我們要蒸熱一隻碟 現在開始蒸 一隻蛋有多少米呢 lâng Transfer 我用大大小的蛋量量量 就等於60ml一隻雞蛋 如果你做冰糖燉蛋的那些 你可以計算 60ml的蛋就用120ml的冰糖水 就可以做燉蛋 同一個方法 我把鹽水和蛋拌勻就可以拿去蒸 然後我會加芝麻油和豉油 所以我只會加半茶匙的鹽 但如果你不加豉油 不加芝麻油 就可以加多一點鹽 現在我們先把倒汗水倒出來 在碟子上 然後慢慢把蛋液倒進碟子上 用隔篩 記得用隔篩 隔走泡泡 讓它更加滑 在這裏提提大家 把蛋液倒進去的時候 只要把蛋液倒入鍋子口 обязательно讓它壓隔 然後你會倒進來 你把蛋液倒進去 蒸退中 這麼然的飯 垂 baş 抹上火 然後蓋上蓋子 不要嵌开,烤在里面10分钟 10分钟后,大家看看效果如何 再加少许芝麻油,加少许芝麻油 加少许芝麻油和少许芝麻油 再加少许芝麻油,就更加美味 所以最初不要加少许芝麻油 但如果不加少许芝麻油,可以加少许芝麻油 如果想更好,可以加少许芝麻油 加少许芝麻油,可以加少许芝麻油 大家看看是否真的像豆腐花般滑 或是蒸滑蛋,不能输的食譜 希望你们喜欢吧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分享 欢迎你来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很快又和大家分享其他食譜 拜拜